我們來到了第二值 東拉故障Patience 對了你對於昨天樹的ZVT你有什麼看法? 不就正常發揮嗎? 是這樣子嗎? 而且我覺得他可能被帶壞了 如果我覺得他走他以前的打法 搞不好勝算大一點 他是轉飛龍你知道嗎? 他以前不是也轉飛龍嗎? 沒有啊他有出百真的吧 他沒出過百真的嗎? 一盤都沒出過 沒有我說他以前 應該有吧 地圖來到右下角 藍色的神竹Patience 轉角紅色的動物的鼓 還是現在飛在有點強 但我覺得是正常畫面 主要是你知道這個飛龍 飛龍打擊的話你要 你要想辦法是你要摧毀人族的經濟 你的正面才有機會打贏你知道嗎? 阿飛家家裡都在出地雷 買防空放黑神怎麼打穿嘛 對啊所以對不對 這飛龍開打擊的話 還是他的難度在打 這弱的這種神經病 這麼早拉農過去 然後從不空放下去了 然後從不空放下去了 不知道 可以看清楚 你可以記一下你剛剛要說的 蛤? 我剛剛說到什麼我忘記了 好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就你說飛龍要打穿經濟案 然後 喔對阿所以弱葛 對阿是不是很像弱葛那麼變態阿 弱葛怎樣 撿蟲洞投空投 喔沒有啦沒那麼誇張啦 弱葛的飛龍 飛龍狗毒爆就是一直跟你做交換阿 然後一直去摧毀你的經濟 你說的沒有錯 你知道他大概16條飛龍 看到我四個鳳王是直接騎上來的你知道嗎 可以騎吧 不騎就不騎 你知道飛龍打鳳王很關鍵的 你氣勢上不能輸阿 你說的沒有錯 你氣勢輸了 你不敢打對不對 你就輸了你知道嗎 你的飛龍就是要 勇敢 對不對 勇敢的 就是一個勇字就對了 勇敢的A上去就對了 往前 然後覺得距離夠了對不對 A一下這個鳳凰 關鍵是要勇敢 如果你不勇敢的話對不對 你就一輩子打不贏這個鳳凰 我有道理喔 沒有道理喔 欸打星海就突出一個勇字 對啊 欸等一下三光怎麼開這裡阿 剛剛Patience好像跑那邊阿 可是跑那邊你開這裡會比較好嗎 這裡你不會比較難防守嗎 他可能覺得沒差 喔 Patience VS開 他有按空門阿 他有按空門 我很少看到他的VS開 有阿我有看過阿 真的喔 他的VS開是屬於什麼樣的屬性 他就一樣是出先知阿那種阿 然後咧後續怎麼打 後續 就是正常的先知 然後飄一點沒有工作的教室 然後就散開掉 喔就是很正常的 超正常的那種 喔 欸他們現在是怎樣 看到第一個追雷就提出王魂就對了 有可能阿 這是 他們最新理解嗎 有可能 其實也不是不行阿老實說 仔細想想挺有道理的 大問題是 第一個追雷就不會有兩教室了吧 為什麼不行 靠腰阿 你二三個什麼按教室嗎 你告訴我 沒有阿如果你二三個按教室 二三還是四個按教室阿 為什麼不行按 阿你過來時也慢阿 阿沒有阿如果你看到對方 三分半多提出王魂進來 兩隻教室就可以出門了 阿有些人上來的流程 就不會第三個按教室 你懂阿 喔好吧 沒有阿萬一你是 因為人家經濟很虧阿 阿不是阿如果他這樣打 對不對你進來 對你按兩隻教室 如果你真的有兩隻教室 你出門也可以阿 對你這個時候有提出王蟲 對狗速一定慢阿 對狗速一定慢阿 那我們看一下 你空門也好啦 他一次有兩隻教室阿 對這時候兩隻教室就出門了阿 我們要下去東拉庫 喔哇喔 礙 欸好像有看到那兩ư教室喔 有阿有看到 quero到妳 money go to 古.. 奇怪我現在怎麼在想 我在想一個腦中 腦中想到一個畫面 我怎麼感覺哆啦咕打會嗝屁啊 現在神圖超優惹 有到超嗎 蠻優的啊 就這樣這個局勢是我很喜歡的節奏 對那種就是 你也不槓我 然後我就極限運 他是要爬出去了啊 欸好像欸他開爬了 他開爬了 要爬出去了啊 張圖好爬嗎 他50能在爬的我天 張圖好爬嗎 蛤 呃 我不知道 對套一句知名香港重組講的話 只要想爬哪一張地圖都能爬 也是齁 但以理論上來講 正記者圖的口都偏小 理論上是不好爬 但是我記得上次 Sora打Showtime也發死了 Sora就是已經爬出心得了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覺得 沒有 我覺得就是我幫他完成的最後一塊冰 是這樣嗎 你為什麼不六個女王走出去呢 喔有道理耶 六個女王不是我跟你講的嗎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 Ashia打Sora抱先知給守合住 你不是看著我說 一個Sora只爬三個啊 我說那可以爬六個嗎 正常不到爬六個嗎 我就問Sora說 你為什麼不爬六個 這樣經濟比較好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能這樣子你沒爬下來 你這邊不就輸了嗎 喔有道理耶 唉唷先配一波立場 哇還死了哨兵耶 那省不下去啦 這兩個耶死三個哨兵耶 四個啦 四個喔哇喔 我跟你講這我有經驗的好嗎 你看就知道他對不對 他面相就是那種呈現那個 死亡的樣子你知道嗎 再點電池再點電池 哇還配到一個先 欸其實說一句認真的 假如剛剛那個哨兵的 沒有被包的話 喔先是戳 戳一個九尾獸 欸 欸 又戳了一個 欸 又死了一個 上面死了一隻九尾獸 不行我覺得打不下 我覺得打不下 我覺得 成豬已經有五個六個兵 六個兵一加一個VR 這隨便打 這不會不行 這個我也現在是有經驗的 這直接隨便打 他還開了一個 超級電池在後面 太早開了吧 好啦雖然沒差 我覺得就算沒差 超級電池的手術 想六嗎 喔沒有沒有 他要包成這個兵 喔喔 喔 打了一個不朽 還能吧 怎麼可能被打死啊 還有兩隻現在輸出 幹我讀書少 你不要騙我 打穿了 就覺得是宗族太硬大了 這怎麼可能打穿啊 幹 六個電子六個兵贏 哨兵先刷了 兵都先爆了 還打得穿 他那六個電子擺得很整齊欸 對啊 原來這六個電子 剛好都中間有一格 可以讓你卡進去 你知道嗎 欸 有人打了一個不朽 那 那又怎麼樣 那又來了一個不朽 對 那又來了一個不朽 他門就unopen了 唉唷 這怎麼可能打得下啊 我靠 想騙我 這就是專業 專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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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爵趴嗎 開玩笑 我跟妳講 現在專業手給爵趴好嗎 因為我現在根本都不走VS開了 對不對 是這樣嗎 那那個 有這個問題 鳳凰奇腐化的故事是怎麼來的 鳳凰奇腐化的故事 蛤 你兩VS會怕給爵趴嗎 你有被爬死過的紀錄啊 所以不知道啊 好吧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又不一樣哪裡不一樣 你不能上來就VS開你知道嗎 喔 知道嗎 那現在誰上來就VS開了 除了歐洲那群腦子比較怪怪的神族之外 誰上來就VS開了 那現在這把不就是了嗎 他上來先按了空門才VS啊 喔 我問你嘛 如果他沒先按空門出第一個追列 對面會提出王頭嗎 不會嘛 也是齁 欸 對啊 那他剛剛這樣對不對 他應該要用二本的給爵趴 啊 幹有差 對面有沒有引到 你要想起impact那一招 沒有那叫給爵頭 喔好 給爵頭 那個女王是投過來的 對 那個是我們以示的偉大致命從一處最喜歡的戰術 而且而且我跟你講那一招最牛逼的事對不對 我們還沒空頭一傳狗進入主礦 嗯 你說的沒有錯 這我也是有經驗的 4GD也開了閃電在提 趕快這閃電出來 那這時候就又有一個很神奇的問題了 為什麼我前面守住的這一波 這我看起來沒有很優勢呢 呃 因為他剛剛是沒有生任何科技跟工坊 在守那一波 你老媽 你都跟你說 他剛剛沒生他 那我要有科技要有工坊 我剛剛那波怎麼守住嘛 對嘛 但你看你守住的你還是有些微的科技優勢啊 所以我 所以我差一點點被打死 但是呢 我得到的只有一點點的科技優勢 這投資報酬率也太不成正比了吧 對啊 神族的兵就是 就是比較厲害啊 就是trash 就是比較厲害啊 你知道 就是trash 200人口的神族的部隊 怎麼可能輸給200人口的神族部隊 那你還是有點太高估神族了 沒有啦 兩邊都是純地面部隊的情況下 對不對 你的部隊 質量高一點 你怎麼可能會輸 不會啦 你有盾滴獸我打不過 要看有多少盾滴獸啊 20個 抱歉 但 重出這種機會就不可能20個盾滴獸好嗎 你在拍電影啊 我跟你講他把這感染蟲長改成赤蛇 就有機會了我跟你講 神族現在就是多線X在送了你知道嗎 來 搶節奏 好 送 送完了 沒有其實現在中後期主要也都這樣子啊 就 現在看到蟑螂狗毒爆的神族也都是 你不轉型 反正我也不轉型了嘛 就是現在看到赤蛇還有機會跳好 看到蟑螂狗毒爆也不跳好 反正就是兵營多補然後大家來幹節奏這樣 憋到 兵營補到 就補滿吧 然後 刷到200 加閃電 牛逼 攻防找起 但我真的覺得 這樣子打主要只是因為 就是 重組的節奏沒有跟得上你 你懂嗎 就是 我出門時你沒有繞毒爆進我家 啊 呦 再繞了 再繞了 繞了 對就像這樣子 你看嘛 像飛沿水這種事況對不對 根本就跟沒防守一樣 他就是要把所有資源 拿來刷追獵者 對啊 而且 就是 你知道重組打這個神族的打法 有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你的科技就不能跳太快 不能太早去跳什麼大龍你知道嗎 你要先把你的 遠程弓先升一升 你要讓你的火張藍也很強 啊 然後就被限制戳掉了 然後就被限制戳死了 喔 沒事 媽媽來了 而且我以為在想 啊 如果今天神族現在都走這種打法 你為什麼不上來先按個幾個橄欖嗎 你知道現在反規是死嗎 所以 按橄欖 按橄欖有用嗎 可是你按幾個橄欖有個好處 就是在於說 假如因為我部隊一定會走上重胎 啊 那 我走過來時你可能兩三個橄欖 你一兩個橄欖都要走過來 你先定一發 那個閃電只要一被定掉 欸這個這波就不用打了 閃電要怎麼被橄欖定掉 告訴我 蛤 閃電要怎麼被橄欖定掉 啊我都已經走在床欖給你看到了 怎麼會被被定掉 不會啊 有機會的啦 不會啊 那兩發定還是三發定才能把閃電都被定掉 感覺衝突正面爆了啊 這正面怎麼可能打得過誰 我看過太多奇蹟了 喇叭啦這個畫面衝突守得住 蛤 我看過太多奇蹟了 我不信啊我 獨生一發電喔 你不要騙我 只剩一發電喔 蛤 只剩一發電喔 打死 打不出來 蛤 沒電喔 喔有電的最了吧 感覺 理論上 有機會 打傷 感覺我們有機會躲住啊 這白球全部是殘血你知道嗎 噢我的天 這就重租了 點白球 啊 好 這就重租了 你說沒有錯 欸這波打完整個是38個農民 對嘛 這就是 我說了 就應該長這個樣子你知道嗎 我出門對不對 看來patience 還是我記憶中的那個patience 對嘛 沒有我覺得 現在ZVP中期就是拼節奏 我覺得 跟什麼 感覺冰種族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就是拼節奏這樣 你節奏沒對面快 就是假賽你知道嗎 看來patience 還是我記憶中的那個patience 沒事啊 覺得從什麼死了17個農民啊 幹嘛那個X很強 很強 欸 啊為什麼 沒有 又被掉了 為什麼patience怎麼還有 還有那個心情去開五礦啊 你為什麼把那四百塊被你八個農民 只不知道那五礦有什麼時候開的 欸我怎麼覺得 還不一定啊 對啊 你喇叭啦 哈哈哈哈哈哈 蟲族狂狗都在體驗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後面那些狂狗 每個都是蝗蟲你知道嗎 蝗蟲過境 很蝗蟲 而且你看他上來先是遠程三弓 你感謝 我覺得東南部這個對不對 理解就很好 這時候就是蟲族不要 上來對不對 喔我 我三盆了 我要跳大龍 沒有這種 這種樣子就不應該跳大龍 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這個時候就去變一個大龍塔 然後就假賽了 幹嘛 看不起說頭髮 對不起 他打 他打神之不就是很明顯 就是我上來要出大龍嗎 對啊 他的本命兵種在大龍 他就是出來 我就是要上來繼續出大龍感染的 遊戲能出大龍不能不出 對 你說沒有錯 哎呀 三弓 奇怪 這個防到底要不提 我感覺挺一提也不錯 沒什麼用吧 幹嘛挺 你知道這個有提防的話 後面如果狗在打狂戰士的時候 是更屌虐嗎 那就提阿 如果會更屌虐那就可以提阿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現在的打法 重點就在於說 從頭科技不要去跳太快 我覺得就沒什麼事情 你知道 在生大媽媽啦 大媽 這個大媽媽 哇神竹等一下二盾一防好 我跟你講神竹的兵很強 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 感覺還有一點機會 但我覺得重出還是有 但有一點機會 我可以這樣講 其實這種局面我感覺 去跳雷獸更強 不會吧 為什麼 可是你有雷獸 你說你一定要感染阿 你沒有感染的雷獸很爛 對啊 可是你知道我這種局面 如果跳雷獸感染 我覺得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出大龍 你機動性太差阿 真的有可能被拖回來 可是你跳雷獸 那我不就更放心在家裡拖了嗎 跳雷獸想想ROG 不是每個 如果是套路在ROG身上 那所有打法都不成立阿 沒有吧 我一直說 我跳雷獸主要想法是 我可以繼續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 嗯 對 就是我可以想辦法 就是想辦法限制你的經濟阿 但我正面 正面內拳真的不一定打得過你 但就是用經濟 但你本來正面內拳就打不過我嘛 你一直以來衝突 這個時候在打都是 用兩波兩百 用兩波再打一波再打的阿 但是你經濟要很好阿 你要加上都經濟沒了不是嗎 對啊可是你跳大龍 該怎麼講 你跳大龍有可能節奏被拖回去阿 但你正面就換我打不過你阿 對啊 把暴風 航母 對 反規跳出來 很強 你媽啦 你跳大龍快還我跳航母快阿 操你媽 嗯 都很快 放屁 沒有我覺得如果今天你出雷獸 你要下一個很久沒出現的東西叫蟲洞 就是你要打得很節奏你知道嗎 對 就是你節奏打得很快阿 我意思就是這樣 對就是你節奏打得很快你可以出雷獸感染 然後雷獸感染然後之後呢 當你確定經濟優勢 直接變個什麼實體還有大龍騎在他臉上 喔哇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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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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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是只有死狂但是沒有死龍 但我怎麼覺得都拉菇看起來要輸啦 奇怪那一弓兵是從哪裡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奇怪那弓兵是從哪裏摳過來了 奇怪 等一下 重駐正面感覺要被捅死啦大哥 就是 剛剛都拉菇來跳這個大龍對不對 他現在不僅大龍沒有變 然後節奏也被 Pageeants 慢慢的歸回去了 我覺得最好的情況應該是 橄欖牛 然後打一打之後把神豬經濟摧毀了 轉一波大龍把他這邊騎 因為你有橄欖牛 你的神豬多線超難防 只要神豬沒有 不休者對不對 怎麼樣都打得夠好 不會這麼覺得 這主要是剛剛那種局面 如果神豬他去跳不休者 神豬根本沒有前一跳不休者 哇神豬 好不好意思他連牛都沒有他就把神豬經濟打瘋了 對不起我誤會你 他厲害 他厲害 奇怪這局怎麼怪 這局怎麼這麼奇怪啊 嗯 我只能說啊 看來東拉菇前期有點強啊 那他進入三門之後看起來也沒有到很強啊 還沒有人有資格跟他 打三門的局面啊 所以練不到啊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前面東拉菇是烈士才會進入到這個荒謬 哇 幹嘛他 現在神豬三攻一防二盾 他的部隊很強 有沒有這一波從出來送了 哇送沒了送沒了 神豬還有四把滿魔的墊了我跟你講 欸神豬贏了吧 呃 理論上神豬應該贏了 看起來你有沒有被滾到 快快快 只要A到出兵點就贏了 往前跳 快啊一波把對面打死 他有四把滿魔的欸 對啊這四把滿魔墊你怎麼打 而且Pagements對不對 他現在只有30個弓兵 他有一次開到兩邊礦了 快取消一個好嗎 他變大龍了 可是大龍沒有用啊 他變幾個大龍 五個五個有用啦 沒有用啦 五個可以啦 沒有用啦 追烈 一防二盾欸 阿不然你要出什麼嗎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出了 這邊這邊往前跳了 往前跳了 欸上面有一波毒爆喔 哪裡哪裡哪裡 上面有有有有 滾 三攻二盾的毒爆 三攻二盾的追烈 三攻二盾的毒爆 好啦 成竹贏了啦 成竹沒牽啦 可惜 我就跟你講喔 大龍有用喔 他剛剛應該把 零禁載過來 用空頭閃電 那他就不是Pagements 他是Hero 他只有可能是兩個人 第一個叫做Hero 兩個大龍 第二個就是我 我也是會做空頭閃電這件事情很好嗎 最近韓服最愛用的人叫Mexit 喔好吧算了對不起 你最近把Label拉低的好多 我跟你講最近韓服最愛用空頭閃電的決定是 決定是這個Mexit 為什麼 他不都在爆虛空嗎 沒有不一定啊 看情況 如果他有出閃電的話 他一定是 對不對 把那個閃電 裝在那個零禁裡面拿去空頭的 好聰明喔 這樣子他就不會 突然被後面一波毒爆爆上來 然後滾掉 你說了沒有錯 太聰明了 而且還可以去當開路先鋒 好聰明喔 第一把 就打得這麼激烈 我怎麼說得了 沒有 沒有我發現今天這兩個人的 中後期實力感覺差不多 這兩個人屬性感覺差不多 都是前期有點強 然後中後期看起來有點母湯 的那種人 兩個都要 前面拚勝負的 對對對 所以東拉庫就是重組版的patience 是這樣嗎 不然 是這樣嗎 不能這樣講嗎 不知道 可以這樣講嗎 我不知道 這樣講會被告嗎 不會吧 好吧 應該不會吧 應該兩個字用得很好 應該 他剛剛是取消一個礦 他可以多刷 五隻追獵 他有道理喔 他取消兩個礦 他可以 一排追獵 搞不好就跳死了 真的 真的 勝敗就在一瞬間嗎 嗎 不好說 不知道 可惜啊 第二張地圖是這個 寒冰與金屬 這張圖我看 每個重組上來都戴海飛龍 這張圖我看到的特別多 沒把子張圖夠大吧 尤其那個樹 哎呀 他們都在海飛龍 你懂嗎 跟地圖沒有關喔 我那天看到大勇哥 對不對 這張圖被樹的海飛龍 海盜媽媽都不認識 我跟你講 這個海飛龍只要海出來 誰都是被海盜媽媽都不認識 地圖來到了寒冰與金屬 這張圖叫藍色 這身柱是PASSIONS 這張圖叫紅色 是動力骨 目前1比0 暫時領先 PASSIONS 凱子戰隊的紀錄賽 那時會上場嗎 前天他們 對不對 他們在說 請每個隊伍領隊提醒選手 提醒選手記得把視訊設定好 然後領隊就交給他們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在群組 幫你說 幫你借提醒衛星 然後還有自己借把視訊給弄好 然後整個群組裡面就是我沒有 那會不會上場 我不知道 那你好好準備WCS 對啊 人真好 對啊 人真好 對 人真好 不錯啊 啊 證明什麼 證明被我們的炭哥 要來大開殺戒了 對啊 他不是已經在開香檳了嗎 天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看論壇有人在 說什麼 他把 把大屁股AK了 是這樣嗎 他那天直播在發病 不要理他 是這樣嗎 欸他裸霜欸 哇哦 欸對我今天想裸霜這東西是不可以拿回來用啊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種感覺 就是每次神族上了一個新的patch 我就在想裸霜這東西能不能拿回來用啊 用看看啊 可是目前我看裸霜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那我們看這把他會不會有好下場 欸沒有沒有 有一個裸霜了有好下場 而且還真的下場很好 要不要聽聽看是誰 狗哥 HERO RAZOR HERO RAZOR 他出現了嗎 他打贏了Sero 唯一的一盤 他是裸霜贏的喔 對啊 牛逼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裸霜啊 Sero覺得他是狗逼還提示王蟲啊 然後兩框再三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如此啊 Sero前進去虧得媽媽都不認得了 然後他就藏了三個VS 然後三個VS 爆了一隻鳳王蟲把Sero殺得媽媽都不認得 原來如此 假的沒有夠啊 野VS 幹我都覺得 你知道我都不太喜歡這種就是 沒有教室壓制的 那個野VS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野VS應該打敗教室壓制啊 不然的話從你今天你的教室 教室不去壓制的情況下 你知道這個 蟲族就應該 拉兩個農民 把整張地圖尋了 不是嗎 拉兩個農民是怎樣 拉兩個 狗 沒錯吧 沒有錯 這是基本的機率性啊 蛤 我看了三小 蛤 對不對 這時候挑爐你的欸 兩條狗把整張地圖尋了 那你是不是就 沒有 世界就是你的了 那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是不是 Hellraiser還沒出現啊 因為他只裸了一盤啊 我說他歐洲區還沒有出現 還沒出現 真的假的啊 對啊 他是沒打還是沒出現 沒出現啊 沒出現啊 他還剩一次吧 歐洲區 我只能說歐洲區過五長龍啊 沒有他們這一次 不是他媽都打單 單敗你知道嗎 幹 還一堆莫名其妙都出現了 他們倆歐洲區都打單敗啊 我知道啊 還選 媽的海水給你三次 還不單敗不然 也是齁 有道理齁 對啊 媽的二十四個名額 你都出不了現 你在搞毛啊 對啊 好像有道理齁 對啊 二十四個名額 不是應該用腳打都出現嗎 也是 喔哇喔 然後家裡是BF 喔哇喔 這個人吃到哈斯的口水了吧 還是怎樣 阿瑪尼回去就已經 阿瑪尼在跟我打完回去 對不對 在他們那個群組裡面 大肆推廣這東西 幹嗎 他是裸雙 三開 然後一攻 OK 沒有 然後就 我跟你講一攻開這個東西 就是個理解 你懂嗎 他這個 好沒有沒事 對 他是 他是一個就是 大方向 但是 對不對 你不能把它只想成戰術 你知道嗎 你要把它想成一個大方向 是個體系 You know 好啦 可是我覺得 他要死了 依照我多年的經驗啦 你看這個就是對不對 學一半的 我跟你講 幹嘛啦 你知道這就是一攻開學一半的 你知道嗎 你也學一半阿 喇叭啦 我跟你講我現在的一攻開 我跟你講 還是有點實力的 喔是喔 我跟你講 你沒發現為什麼 我要上來先補六兵營嗎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阿 先補六兵營就不會死啦 沒有沒有沒有 他也不到那個兵營啦 太慢了你知道嗎 但他還在刷農 他還在刷農 沒有你知道嗎 這個 他四開了好嗎 太慢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這兵營就應該怎麼做 就是他的二礦對不對 不能有農 情況下他先補六兵營 他才能三開 你懂嗎 而且我跟你講 你還要 你還要什麼 就是這六兵營對不對 你為什麼 你說 可蛇兵永遠比我多 兩到三輪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不補的阿 蛤 他不補六兵營阿 他補三兵的阿 可是他是先刷兵阿 對啊 所以他守得住阿 對啊 他先刷兵阿 欸那我六兵營我也先刷 我六 我先點礦 然後再六兵營先刷兵再壓制阿 欸他真以為他這樣擋得住喔 啞亮啞亮 蛤 他無限的避堂可以放喔 我跟你講根據我昨年的經驗阿 這神助已經可屁了阿 你看這個我們就是學一半了你知道嗎 不是喔他四開他怎麼守啦 不是喔 他四開他就應該要這兩個器先不要補對不對 他就是三開補的時候他就先把兵營補了 再出去四開你懂嗎 那他就可以守得住 他就偷到底了喔 他神經病喔 不是喔 你拖也要有邏輯的拖 你不能 莫名其沒有拖你懂嗎 他就是想要 你知道 那你要這樣拖你為什麼不乾 你為什麼不乾脆直接那個兩兵營就四開嗎 喔哇喔 他剛 他剛是兩兵營四開沒有錯阿 喔對不起 那你為什麼 四開沒有錯阿 你再說啥呢 你再說啥呢 朋友 沒有沒有我之後發現你還是不能太偷你知道 你還是要先 對先補兵 而且你要先刷兵 你先刷兵你的重點是你要 你要去幹人家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他剛搞不好不是六兵 是個四兵或五兵 搞不好是 然後再來二礦 二礦 二礦線下的電池他就守住了 搞不好阿 那主要是因為那個好嗎 他外面有野一個基地喔 那太美氣了 我覺得他太晚 太晚 太晚感覺到那個 他太晚感覺到人家一波A到臉上 那也是齁 那只好這個 一公開的打法 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可以一直飛 飛幻象鳳王 對阿 偵查 托拉姑說 你沒有良心 居然死出了這麼神奇的開局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我上個廁所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我們休息一下吧 我上個廁所 對阿 我們待會兒 進來比賽馬上回來